特區政府自1997年成立以來 一直就不同政策範疇進行各式公眾諮詢 截至今年1月 當局發出的諮詢文件有400多份 而以現屆政府為例 近4年推出的諮詢文件已超過100份 青年創研庫最新一項研究 有關青年和公眾諮詢的不足與障礙 報告指出 受訪青年認為 公眾諮詢最重要達到吸納民意 或回應社會訴求的效果 不過受訪青年對政府諮詢工作最深刻的印象 是做門面工作或以而不決 同樣佔超過兩成 而認為當局願意聆聽不同意見 或真誠做諮詢者 分別只是佔一成二和約六個百分點 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 成功訪問全港520名年齡介乎18至34歲青年 研究亦邀請20名18至34歲青年接受個案訪問 調查他們對公眾諮詢的看法 研究結果顯示較多受訪青年 重視諮詢過程中的透明度 平等參與和互動溝通 在400多名表示知道有公眾諮詢消息的受訪者中 接近四分之一曾經表達意見 主要原因是盡公民責任 不過研究發現 受訪青年對特區政府在聆聽不同立場人士意見 以及交代諮詢結果的表現 評價一般 平均分別是5.32分和5.34分 另外有青年個案表示 傳統的意見收集方法缺乏便利和互動特色 不易吸引他們採用 青年創然庫管治與政制組別召集人鄭東認為 結果反映受訪青年肯定公眾諮詢的價值 但對政府處理民意的觀感欠佳 建議政府增設一站式諮詢網站 上面的網站主要是將過往的諮詢文件 諮詢結果和政策跟進 第二部分是將現有的諮詢文件 有簡短和詳盡版 第三部分是讓市民更容易了解諮詢過程 和不同政策的簡單解釋 幫助市民了解 副召集人洪定家建議 特區政府應該考慮全面檢討 現時公眾諮詢的運作彌補不足 自從2003年之後 其實公眾諮詢指引都沒有再作任何修訂 過往的13年 無論是環球或是香港的社會 其實都經歷了不少的轉變 13年來到底這個工作指引 仲是否與時並進 能夠取材並用 實在是有相確的餘地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建議香港政府 去就著不同的諮詢委員會的架構 組成 去做些少許的修訂 根據我們以往的報告 40歲以下的人士 佔諮詢委員會只是10% 而30歲以下的人士只是佔1% 到底在年齡分補上 可不可以再下少許的功夫呢 最後我們也會建議香港政府 再去強調或者再次強調 在這個區議會他們的諮詢功能 區議會成員始終都是由市民直選出來的時候 他們始終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估辭我們也會有一定的建議在這方面 他們又建議政府 開拓由下而上的公眾意見表達渠道 香港政府 各地的民眾地區 因為人們在建議 都會有任何大願的建議 與其他人的建議 有任何大願的建議 有任何大願的建議 感谢观看